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类 不需要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特殊的快递 这个快递特殊在哪里呢 特殊在它是一个2021年的快递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哇 打开进篮是MOMOTERO 这是MOMOTERO从日本给我寄刮的两条裤子 我们来拿出来 MOMOTERO这个牌子呢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嘛 尤其这经典的两刀杠的设计 这两刀杠在一众圆牛里就显得十分突出 搭配上它的中文名 中文翻译过来 淘太狼 这么多热牛里面 淘太狼这个名字呢 还是比较好听以及好记的 MOMOTERO于2006年 在日本的岡山尔岛成立 2006年这个年份 在这么多日牛里面 还算是比较新的 那么MOMOTERO这个名字呢 源自于日本的这个民间故事 淘太狼 我记得有个动画片什么淘太狼传说的啊 然后这个岡山县呢 说自己是这个淘太狼的发源地啊 所以诞生在岡山的这个淘太狼 为什么叫淘太狼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它为什么叫淘太狼呢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说回这两条裤子 我们先来打开外包装 这一条是淘子的同单这个系列啊 我先给大家搭致看一下 这一条是初振系列 真的好轻薄啊 型号是1201SP啊 这是一条蛮薄的那种在狂 今天呢 就主要来聊一下淘子的这个定番产品啊 定番产品就初振系列 同单系列 还有它的vintage这个系列 像比较贵的金单云单呢 我手里也没商品 今天就不聊了 因为有点脱离这个广大劳动人民啊 那些价格真的太贵了 那它的定番这些这几个系列呢 还是大家消费得起的一个系列的 我们先来聊一下陶家的面料 陶家的面料呢 它的一大特色呢 就是使用的是金八度尾面啊 像它这个定番这几个系列 同单初振vintage呢 这几个面料呢 也是有所区别的 像同单这个系列 它的面料放数呢 就会稍微轻低一点的啊 就这一条用的是14.7 相似的这样一个料子 像初振vintage款的 常规厚度都是15.7 当然也有例外 像我手里的这条初振呢 它是一个轻薄款 只有10盎司啊 这个重量 哇操真的是轻啊 真的是轻 夏天穿应该还蛮爽的 那我手里这条初振 跟这个同单的话 都是有做这个官方缩水 那这两条基本上 你看那个数据的话 直接就可以购买了 同单跟初振呢 还是有不同的啊 因为同单它这个系列的料子 它不仅仅做了缩水 而且做了拉鞋 意味着在陶子这么多系列里 同单这个系列它是 不会产生这个牛骨现象的 然后蓝色的话 也是陶子家的一大特色 特色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说日不落是吧 为什么说日不落呢 就说白了就色落慢 那为什么色落慢呢 呃 其实道理很简单 跟陶子使用的这个蓝色方法 以及这个蓝料有关系啊 说白了它蓝的次数可能比较多 蓝的比较深 所以它官方叫特浓蓝啊 其实跟这个蓝料的这个色劳度 也是有关系的啊 只不过它叫特浓蓝 那像我的那个S01这个系列 我就叫特深蓝啊 这个我们国内工厂的这个叫法 官方的那个色落图 我也有去看啊 确实 呃 落色比较慢 能看到它穿两年还是这种 呃 跟别人穿几个月这个效果差不多 但是呢 色落慢呢 又有这个色落慢的这个乐趣 对比这个陶子 它另一款料子 那款料子色落比较快 你会发现就很快就泛白了 而且它的对比好像没有很明显 嗯 我觉得色落慢 跟养牛的这个精神还是 相符合的 因为牛仔裤呢怎么讲 你讲就一个金穿 但一般大家裤子养成之后 就不会再去穿了 可能就偶尔穿就分裤了 那你想想看 你一年两年分裤 跟你一个三年五年分裤的 这个时间是差很多的 所以呢 这个色落越慢呢 它可能更新穿 这就看大家如何抉择了 它并没有一个好坏之说 我觉得新手 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铜单这个系列 它的另外一个料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料子 他们跟萌萌他老官方称它为 Legacy Brew 就是传统蓝的这个意思 就那个色落会快点 你确实可以不去尝试这个特农蓝 特农蓝 可能对新手来讲 确实太慢了一点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出镇跟铜单这两条裤子 这两条裤子的话的一个区别 大家很直观的 能先看到这个皮牌 跟带花的不同 这个皮牌真的 真的太硬了吧 这个皮牌这个厚度 你能感受到 它已经厚到说 不能用车线去车了 只能打这个四个锚钉给它固定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 我更喜欢这种羊皮的这个材质 因为稍微特殊一点 像这种皮革的话 直楼格 就太普通的一点 很多新手接触手工皮具呢 用的都是这种直楼格 在我看来有点普通 对 有点普通 出镇的口袋布的质感 真的是蛮好的 它用的是一个斜纹布 上面有编织着这样一个 加纹的这样一个图案 然后铜单的话它就不一样 铜单它用的是一个 感觉也是像一个 有点像古布的这种材质 手感也是比较粗糙 但还是属于很扎实的这个料子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铜单上面腰部这一块 它贴了这样一块料子 这个料子呢 它就完完全全起一个 装饰性的一个作用了 因为这一块 我真的见了这么多人穿裤子 我从来没有人说 这一块穿裤子 那它其实就是起的装饰性作用 那装饰性作用呢 这个桃子呢 还是蛮下功夫的 上面也有这个 嗯 丝印的这个桃子的图案 五金部分的话 出镇的话用的是一个 雅银色的一个五金 这两者呢 其实都是黄铜的这样一个五金 只不过电镀材质不一样 但我更喜欢这种雅银色的电镀 因为穿久了之后 里面黄铜能显得出来 然后这一条铜单 它的这个拉链 哇操 顺滑 蛮顺滑 这个拉链质感确实也蛮好的 桃子这么细节 这个拉链也是定制的 上面也有个桃子的这个小标 它们用线呢 颜色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线号也差不多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出镇的一个小标 这是桃子上面没有的 那桃子的这个 出镇带花呢 在这么多研究里呢 也算很特殊的一个存在了 因为真的很具辨识度 也很具争议性 那桃子的这个带花 就显得简单多了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因为这种设计理念呢 跟我还是有点接近的 很简单的一个带花 主要讲一下这个出镇带花 也是桃子家的一个特色 为什么叫出镇带花 大家先来看一下 旁边的这个小册子 这个桃子狼本来有点丑 他打仗的时候 背后挂一个旗子 这个旗子跟桃子里 那个剑身一样是不是 上面写着日本一 然后呢顶上有两道杠 那桃子的这个牛仔裤呢 等于把这个东西给 传承下来的牛仔裤 然后这个出镇带花 我觉得我个人是 不是那么喜欢 真的不是那么喜欢 尤其是这个白色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的一些 老关键一些传统有关系吧 尤其在那种夹克上面 这两道白杠 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但是好就好 但桃子它可以换颜色 你可以选择其他颜色 是不是 或者其他元素 因为桃子官网 也有这种定制服 那这样子 我觉得对喜欢桃子的人 又有好一点的 然后我手里这一条的做工的话 这个很难去讲 你如果真的要觉得这种 线头啊什么的 它是瑕疵的话 那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因为像这些复古的东西 它用老机子去做 它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那你是想追求这种味道呢 还是喜欢那种新机器做的 那种很公正的那种感觉 这东西见仁见智了 我是两者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我看来你有线头 你不喜欢 你动手给它剪一下就好了 你喜欢的话 就保留着这种复古的元素就好了 然后这条124的话 细节真的蛮多的 包括这条铜单 它的细节真的是很丰富 很丰富 真的丰富 小到一些五金件的一些定制 包括一些桃子的一些樱花 到处都是桃子的樱花 真的有隐藏太多小细节 包括内侧的这样一个粉色的粉线 这个粉线我绝对是蛮喜欢的 虽然它只是一条线 我就喜欢这种猛男粉的东西 你知道吗 猛男粉 然后很闷骚的东西 包括它的这个 翅耳 这个翅耳 这个毛 这个线也是没剪干净 对 牛仔布出厂的时候 它都要人工的去把这个布边 一点一点给它剪掉的 有时候 露掉几个也是很正常 因为不影响穿着 投票时间 大家能否接受这个出镇带花呢 总的来说呢 桃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牌子 我觉得它是少数重视 国内市场的这个日牛牌子了 你看它的公众号 然后天猫店 都有在运营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 其他日牛豪去学习一下的 这期视频呢 也不是一个掐贩视频 桃子呢 也没有限制我的拍摄内容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 桃子给我寄完了两条裤子 然后对桃子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他们的天猫海外旗舰店去看一下 然后这样子呢 大家就可以不用找代国了 而且是海外直游的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最后如果这期视频 点赞破1000的话 我会在评论里 抽其中一条送给大家 讲到你价值这么高的桃子 要个1000点赞不过分吗 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祝大家好运 拜拜